這雙B轎車先撞上羅邊花盆 接著又追撞一名行走的男子 行人滾到引擎蓋上 又重摔著地 沒想到駕駛竟然直接將人捏過去 無視車身晃動 毫不猶豫繼續往前開 逃離現場 留下被撞的男子 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本來在路中間 然後車頭一彎往旁邊飄 然後就是往老先生徵後方撞到 撞擊一聲先驚動居民 接著救護員到場 搶救傷患 無奈送醫後傷勢過重 不幸身亡 警方在肇事地點找到關鍵證物 以免被撞掉的車牌 追蹤到處理車肇事 沒想到約莫二十分鐘後 嫌犯自投羅網 死亡車禍發生在二十七號早上九點零五分 百姓男駕駛行進台中被囤入兩百四十項 先撞死行人後冷血逃逸 繼續移動三點四公里 相隔十五分鐘後在太原路與環中東路 路口處撞上AI交控設備 五分鐘後九點二十五分警方現場逮捕白姓男子 一名白姓男子他經查他成年但是沒有駕照 被無辜撞死的新人為五十多歲退休人士住在車禍地點附近 據了解這條路疑似是他的固定運動路線 無照駕駛又從後方追撞奪命 警方因過失致死招式逃逸兩條罪名 移送剛滿十八歲的白姓男子 三地新聞寧偉至SNG台中採訪報導 可不可以的 請你回答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